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明天周六 为大家准备的所有的新款 我们这一次可能主打就是 以套装为主 或者是搭配以套装为主 所以非常非常适合我们 在转机的过程中 希望自己看起来显贵 但是又不想花那么多心思打扮的过程 那首先肯定是我身上的这一套 其实它做的是这种 有一点点短款的 弧形没有领子的这种小外套 因为它这样子松弛感会更够 但下半身 我们同样也搭了一个 同色系的半身裙 小个子能穿出女人味 但是又比较简洁大方的感觉 就是我即便换一个牛仔的下半身 它依旧也很好看 给它准备了两个颜色 同样的搭配 但是它出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这个针织衫真的很推荐大家买 那它整体的整个面料 其实是织得非常非常细腻的 它摸起来有一点棉感 但其实带有一点点轻微的弹力 它让去带有筋骨感 但同时又是那种微微合身的类型 还有另外一个颜色就是这种 奶油色加米杏色 完之后下半身 我们同样也可以搭同款焦糖色的裙子 反正这一套就是属于搭配度很高 跟我们这次为大家准备的这种 西装还有牛仔外套 它全部都可以搭一起 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身上的这个西装 你可以看它的整个肩型 做的是这种正肩的款式 它是不管我们的肩膀有多宽 它其实刚好就是贴得很合身 在我们肩胛果的地方往上贴 然后这边有多一寸的这种面料 是刚好可以挡住我们的斜方肌 然后从正面看你会发现我们就很像带了一个小小的丝巾 把我们的斜方肌这样子挡住 我们同款的面料给它准备了三件套 就是如果我们想走那种比较帅的路线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叠一个马甲 然后下半身搭一个口腿裤 这是我们套装的另外一个颜色 它并不是那种发中发黑的色度 它其实上面是带有一点点米白感的 我觉得像这种套装哦 一定是选自己会穿 但是衣柜里没有的颜色 那分别我们的西装 以及我们的裤子 给大家准备了很多个造型 大家可以截图保存一下 那除了我们这个西装之外 我们这次同样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白色的牛仔外套 我觉得这个外套就是属于所有的年龄段 所有的风格都可以穿上去的类型 偏奶油色系 穿上去是即便不化妆都非常非常浅 涂色的一个单品 同样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个造型 然后最后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 有一点点乖的这种套装 其实它走的是有一点点公主风的类型 但同样是不妆嫩的感觉 它领口是拼接了这种有一点点棉感的小花边 它用的是这种十字纹的编织感 细节全部都是这种带告石以及珍珠类型的 同个面料的半身裙 那这种穿法就是随便搭一个T恤 或者背心穿上去就已经很好看 所以我们明天为大家准备好 我们所有的套装 周六上午八点钟 直播间见